中国1071万名深深学子将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 迎来进入大专学府的高考 为了确保考试万无一失 无论是防疫措施 考场安排 准备工作都和往年大不同 尤其在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北京 更是遵照最严密的措施和应急处置 进行疫情防控 这里是北京市第12中学考点 丰台区最大的考点 共设有36间冲座考场的课室 其中三间为备用考场 来临的7号星期二将有600名考生在这里硬考 在校门处 几位老师临时充当学生 展开考前模拟演习 所有考生进入校园之前必须测量体温 核实证件后搓手消毒才能步入考场 和往年不同 北京的每一个考点将增设一名防疫副主考 专门处理疫情突发状况 一旦发现考生出现异常 校方将启用备用考场 我们会保证学生足够的考试时长 比方说在考试过程当中 有考生通过一个正式考场 在向备用考场转移的过程当中的时间 我们会保证这个学生 不会因为这个转移而影响他的考试 就是保证考生的考试时长不变 每一个考点今年都配备了这个120的救护车 如果确实是出现了一个突发的一个健康的异常 并且考生也无法继续考试 那么也就是根据我们实际的需要 我们会立刻让他就是乘坐救护车 转移到这个医疗机构进行就诊 高考是新冠肺炎在中国爆发以来 省州境内规模最大的有组织集体活动 北京从6月11号爆发第二波疫情以来 截至7月4号凌晨12点 累计病例334宗 而昨天新增的两宗确诊都在丰台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